嗨,我是飞鸟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人物 来自于拳皇中的少女佣兵 莉安娜的重置 莉安娜的必杀技之谜 必杀技 眼之斩 炮空翻后 向前扔出月牙型的绿色飞行道具 僵直巨长 在接住之前完全无法移动 被以为是与八九杯一样的废招 拳皇98UM做出改变 抛出月牙镖一定时间后 僵直并会检查 具备一定的实战价值 原型来自赛文奥特曼三大招牌技的 投标必杀 眼之重击者 由于时代原因 也有被物译成兵斧 原作中是将头顶的宇宙飞镖取下 用双手投掷 通过与空气摩擦产生白热化 发出耀眼的白光 将敌人披成两半 抄必杀技 威字金句 从空中俯冲地面 期间在空中留下V字轨迹后引爆 原型来自于超剑刺侠波鲁迪斯武中 巨大机器人波鲁迪斯武的必杀 天空剑 V字斩 为了避免迟异 说明一下 波鲁迪斯武中的武 读法是罗马数字中的武 并非英文字母中的V 空中CD动机 双腿冰在一起 踢向敌人 逐步有红色发光的特效 原型来自于雷欧奥特曼的招牌器 雷欧飞机 原作中是从一千米的高空落下 凭借着冲击力与自身能源 将能量集中在一点 从脚中放出红色的火光 此招威力巨大 拥有一万吨TNT炸药的威力 假面骑士Black 与假面骑士BlackRX4的骑士7 也有异曲同空之妙 原作中 是在高空 将能量集中在双脚 七向敌人 红色特效 则是源自于空气摩擦 超臂杀技 旋转火花 先用手刀 贯穿对方的腹部 将炸弹埋在对方的体内 然后抽出手刀 摆好姿势后 华力的引爆 原型来自 假面骑士BlackRX4的 旋转激光剑的招牌技 旋转切裂 也就是粉丝口中 捅谁谁死的捅圣剑 原作中 是操控激光剑 向敌人发动突刺 将光能量 灌注在对手体内 使其暴毙 必杀技 耳环炸弹 将作为小型炸弹的耳环 扔向敌人 是一种滑出图线 速度缓慢的飞行道具 原型来自超级战队系列 秘密战队五连者中 桃连者的同名招式 耳环炸弹 在机中 有时也被称为桃子炸弹 或者粉红炸弹 橙黄九九 开始增加衍生新招式 耳环炸弹二号 穿心攻击 动作是将定时的耳环炸弹 装配在对手身上 命中后 在一定时间内 或者再次输入特定的指令时 触发爆炸 原型来自于 周周的奇妙冒险中 极良极颖的踢身 杀手皇后 首先 其安装炸弹 再次引爆的机制 模仿自杀手皇后 第一炸弹的机制 其次 耳环炸弹二号 穿心攻击 名称中的穿心攻击 模仿自杀手皇后 第二炸弹的名字 枯萎穿心攻击 最后 利安娜引爆炸弹时的台词 败者及终结 模仿自杀手皇后 来自于 纠旧的奇妙冒险中 普罗修特的同名替身 感恩而死 这招也被国人译为 壮烈成人 原作中 替身能力是通过散发的气场 让周围所有生物通过体温差 迅速老化 感恩而死的招式动作 则是模仿自闪光高达的成名绝技 闪光手指 原作中是通过手掌发出高热 摧毁握住的所有物体 其名台词为 我这只手在闪耀和咆哮 他叫我打倒你 必杀闪光手指 拳皇99的战力姿势 同样出自闪光高达 释放闪光手指的出招姿势 空中投进 哈吉伦炼狱 招式动作是双臂敞开 双腿保持蹲姿 踩在对手身上 记名名称 哈吉伦炼狱 顾名思义 是从养父哈吉伦那里 学得的投名投计 招式原型来自于格斗漫画 金肉人中的 金肉王家三大奥义之一的 金肉炼狱 原作中 金肉炼狱 是王位争夺战片 金肉人斑马的得意必杀 招式是以残像的宿主 在环形绳组上 飞来飞去 迷惑对方 然后以冲浪的技巧 钻到对方背上 以对方的脸撞向墙壁 招式甚至更加的凶残 除了招牌的彩背以外 收尾动作更是以空中重击 碾压对手 在地面上疯狂摩擦 古早时期 不光必杀技有着专属的技能名称 作为普通技的拳脚 也是有专属的技能名称 拳荒96的攻略本介绍 莉安娜的普通技中 其战力姿势 远距离的ABCD的名字 均来自于装甲骑兵 波特姆斯中 人形战斗机器人的名称 只是将原名称的狗 替换成了莉安娜 远距离青拳野蛮丽安娜 名称来自于红色机体野蛮拳 远距离青角强袭丽安娜 名称来自于蓝色机体强袭丽安娜 远距离重拳狂暴丽安娜 名称来自于蓝色机体狂暴拳 远距离重角赏金丽安娜 名称来自于褐色机体赏金拳 近距离地头秩序之盾 名称同样来自于装甲骑兵中的 同名机体秩序之盾 拳皇九七 丽安娜登场时卸下斗篷的开场动作 被认为模仿自EVA中 二号机初登场时的英姿 丽安娜的过去 丽安娜有着不为人知的悲伤过去 他的父亲是侍奉地球意志大蛇的大蛇八阶级之一 加迪路 加迪路因为不愿意履行大蛇一族的使命 转而投入到普通的人类生活中 娶妻生女 某天 大蛇四大天王之一的高尼茨找到加迪路 要求对方履行大蛇八阶级的使命 但遭到加迪路的拒绝 于是高尼茨转而强行唤醒了 继承着大蛇血脉的丽安娜 令其发动了血脂暴走 在暴走的影响下 丽安娜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双亲 因为巨大的精神冲击 丽安娜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将当时的记忆与情感全部封印 当时事件的调查官 独眼的拥兵长官哈迪伦 将现场无依无靠的丽安娜 收为了养女 在她的悉心指导下 丽安娜逐渐成为了一名 一流的职业佣兵 丽安娜的开发之谜 全皇官网的开发秘闻记录 全皇96中很多队伍都更换了队员 丽安娜则是度为怒队的新接班人 由此诞生 其设定为哈利伦的养女 全皇96开发前 开发者的脑中就有了雏形 并且不断填充八阶级女儿等重要设定 负责担当设定的开发者 也十分喜欢开发她的必杀技 其招式相对于其他角色 也十分的独特 完全能够体现出设计者的情绪 虽然曾经提出过很多的设想 但只有毛发旺盛的女孩子 这一概念被保留了下来 阴朝篇的开发者访谈 如此描述 关于故事设定方面 由于可怕的过去 已难以琢磨的性格 从某种意义上 莉安娜是比金安更具有戏剧性的角色 然而正因为这个过于完美的设定 所以在剧情演出方面 并没有完美地展现出这点 在经历大车片后 她也加入了新的章节 有了新的队友 对于她在其中扮演的定位 开发者既期待又害怕 每当想到新点子时 总能感觉她的手刀 架在脖子上的样子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最后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关照她 莉安娜的杂七杂八 莉安娜资料中最喜爱的食物是蔬菜 全皇97官方小说记录 莉安娜是素食主义 当队友选择咖啡作为饮品时 莉安娜则是更加青睐于番茄汁 不过咖啡与番茄都是素食 全皇97新增了兴趣爱好参观工厂 准确的说是各种制造工厂 原因是莉安娜很喜欢观察产品 被制作出来的过程 以及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特产 据说契机是源自 偶然去了一次零食工厂 在那里吃了试食品 全皇97为了安抚失落的莉安娜 拉尔夫特意用标志性的红头巾 为她扎成了蝴蝶结 根据工作人员的回复 这条头巾大概没有丢掉 但以莉安娜的性格 可能不会特别保管 只是随意地丢在房间里 在设计草足中注视的手写起 标注莉安娜喜欢的摔角手势 乔本真也 最讨厌的事物为血 当被问及 莉安娜明明很讨厌血 但为何还要主动学习哈迪伦的暗杀术时 开发者的回复是 学习暗杀术与讨厌血 是两个次元的问题 当兵的人 也不会通通都对血腥的事感兴趣吧 当被问及 在自由支配的时间 莉安娜都会做些什么呢 开发者回复 大家都没有见过 莉安娜自由活动的样子 所以并不清楚 全皇十二个人故事表述 莉安娜平常很难分清 行动时间与休息时间的区别 在普通的休息日中 莉安娜一般会选择 在基地的练功房中练习技巧 此外 在番外的SNK女子格斗中 莉安娜参加了KOF的格斗赛事 该做的设定 只要最后获取优胜 就能得到一个满足任意愿望的配之欲闸 无欲无求的莉安娜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但在拉尔夫的不断劝说下 莉安娜最终还是一个人 参加了KOF的格斗比赛 但莉安娜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 总是皱着眉头 经常露出忍耐的表情 即使有人问原因 她也只是说没事 原来呢 莉安娜染上了令她头疼的蛀牙 而她本人非常排斥去医院看牙医 所以她的愿望也非常的单纯 就是利用玉闸来治好自己的蛀牙 养父哈迪伦 社队们描述 哈迪伦在莉安娜身上投入了父爱 并将自己的暗杀术悉数相传 希望莉安娜能够成为优秀的军人 虽然在平时的任务中不会掺达任何的感情 但在训练以外时 却意外地展现出她作为父亲的温柔一面 莉安娜的对外称呼为 莉安娜哈迪伦 其中哈迪伦这个名字 本身就是哈迪伦常用的假名之一 因此工作人员评价 莉安娜哈迪伦也只是一个代号 不过酒席中 加迪路曾经称呼她为莉安娜 所以莉安娜大概率是本名 莉安娜是主动向哈迪伦提出了学习暗杀术的请求 并非是哈迪伦强制要求的 莉安娜的格斗流派为哈迪伦流暗杀术 所以她的招式中与哈迪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哈迪伦曾经传授过很多人自己的暗杀术 但只有莉安娜是最接近哈迪伦风格的 《全荒十二》的个人故事 莉安娜奉命在总部基地的仓库中 整理指示资料 在整理中她意外的发现了一份 关于哈迪伦的追踪调查报告书 被报告者的名字为卡尔·贝比修坦 哈迪伦的代号之一 这份厚厚的资料中 记载着莉安娜从没有见过年轻时期的哈迪伦 通过阅读这些资料 莉安娜了解到了哈迪伦的过去 故事中对哈迪伦的评价是 看起来很近 其实很远 好像很清楚 却又不那么了解 少女佣兵莉安娜 莉安娜的身份 隶属于哈迪伦所率领的佣兵部队的佣兵 不过她并没有佣兵部队的军衔 实际是拉尔夫与克拉克的部下 作为佣兵 莉安娜始终将任务放在首位 经常将任务执行挂在嘴边 一切将任务放在首位 大车篇之后 以怒队成员的身份参与到与殷朝 遥远局地图的战斗中 根据哈迪伦的指示 执行各种任务 在战斗中 莉安娜绝不会透露出自己的感情 会非常冷静地执行任务 在与威伦的初次相遇中 凭借着敏锐的嗅觉 她优先察觉到黑暗中旁边的威伦 迫使对方现身 城隍十二 莉安娜的个人故事如此描述 莉安娜是组织顶点人物哈迪伦的养女 同时也是受其熏陶 拥有即使身经百战的佣兵们 也砸舌不已的战斗力 这就是少女佣兵莉安娜 虽然这支队伍中 集结了各种拥有不同过去与经历的战士 但是在这些人中间 她依然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近乎冷酷的肩默 面无表情 就如同没有感情的精密机械一样 无声无息的贴近并且正确无比的打倒敌人 莉安娜所学习的这种战斗方法 原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最适合佣兵的 游戏中多以手刀作为武器 技能则以快速的斩击为主 很多招式都呈现出了爆破的特效 《全皇十四》的漫画 将莉安娜打出爆破特效的原因 归结于球套上涂抹的特殊火药 莉安娜的原型之谜已无口属性 莉安娜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 面无表情以及淡蓝色的碎发 1996年正值EVA的热潮 因此莉安娜的形象 让人不禁联想到当时EVA中 大受欢迎的灵波利 早期游戏中的脸型 也与灵波利一致 呈现出一种阴郁的气质 《全皇外传》 《全皇极限冲击》的可选服装中 莉安娜竟然有一套 酷似灵波利驾驶服的服装 而且还能切换成明日香的配色 嗯SNK还真是敢搞事啊 不过虽然大家都认为 莉安娜就是灵波利的翻版 但是莉安娜的开发者 却是另一套说辞 以下是莉安娜开发者的原话 以防万一澄清一下 坊间流传的一什么A之类的传闻 我可是完全不知道啊 KOA中这位开发者更是再次否定了 问题 莉安娜有什么原型吗 有没有关于她设定时的趣闻可以分享 回答并没有特别的原型 设计之初就决定是一位 要适合碎发风格的女孩 虽然这家伙完全否定了 林波利的传闻 但总感觉这家伙还可以掩饰什么 而且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果然在另外的大学篇设计本中 画师NONA 也就是那位绘制2001-2002 惨剧的地规画师 明确表示 开发者曾经告诉她 原型就是零什么力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莉安娜的原型就是零波利 至于开发者否定的原因 个人猜测 可能是因为涉及到版权的因素 不敢承认 或者莉安娜确实存在着多个原型 只是林波利的原型更加显著一些 必杀机的参照更是不要再提 但是中年大叔收养孤单少女这点 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名作 这个杀手不太冷 由于丧失记忆的童年创伤 莉安娜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言 日常中也缺乏情感的表达 表情与言行 并没有明显的浮动 虽然莉安娜很少在别人面前 展露出自己的情感 但伴随着同伴的关怀 与同伴历经无数次战场产生的信任后 莉安娜逐渐敞开了心扉 对怒队的同伴们十分的信任 全方酒吧怒队的个人访谈中 莉安娜的回答同样极其简短 大赛的报复是什么 报复 最想和谁战斗 教官 最想和谁祖罪 最不想和谁祖罪 无法选择 对你来说拳皇是什么 任务 最想和粉丝说的话是 再见 拳皇十三 莉安娜的战前对话 也充分表现出 他寡言少语的一面 对战追权虫时 莉安娜的沉默 直接将活活的权虫惹火 当然最经典的 是对战同样陈墨西的大门武郎 两人息字如今的交流 更是不声胜有声 对战库拉时 莉安娜也有向库拉请教 如何才能笑得开心 但原因竟然是 笑一笑是拉尔夫的命令 简直是呆板 其胜利台词更是 笑这个是比向战更难呀 拉尔夫 克拉克 拳皇九六 哈利伦退出了行动部队 在后方指挥全体作战 从此 莉安娜作为Tip 与拉尔夫 克拉克组成了新路队 参赛拳皇 初次见面 拉尔夫与克拉克 收不看好莉安娜 拉尔夫认为 莉安娜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而已 克拉克则是评价 莉安娜给她的印象并不随和 更像是一位严肃的军人 但在共事的过程中 两人逐渐认可了莉安娜的实力 在两人的关心下 莉安娜的冷漠也有所缓解 逐渐袒露心声 时而展露出笑容与泪水 传皇九六中 当从高尼茨的口中 得知双亲被害的真相后 莉安娜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陷入大蛇之血的宿命之轮 此时拉尔夫与克拉克 依然的站了出来 破解了困境 在温暖的鼓励与哲学下 莉安娜从失落中走出 难得露出了一抹笑容 尘皇九七在大蛇的引导下 莉安娜再次被唤醒了 那段不愿回忆的尘封记忆 终于完全回忆起杀害父母的真相 记忆中 方面浮现出 莉安娜沾满鲜血的双手 当得知自身血之宿命 与过去的一切时 莉安娜想以自杀的方式 做个了断 关键时刻 拉尔夫与克拉克再次挺身而出 致指莉安娜的同时 还劝说他 命运这件事本身就毫无意义 你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此时 不知从何处传来了 王妇加急度的声音 莉安娜不要自责 更不要被所谓的命运所束缚 你要为自己而活 在听到父亲的声音后 莉安娜百感交集 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拉尔夫也再次劝说他 你再也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现在我们三个是一体的 在队友与父亲的温柔与鼓励下 莉安娜决定不再逃避 勇敢的直视被阻作的过去 大蛇的宿命 从命运的束缚中解放 条红十二 莉安娜的个人故事 作为哈迪伦的故下 拉尔夫多次以莉安娜驰骋杀场 虽然表面上 拉尔夫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但他的洞察力十分厉害 而且很有包容心 过去 在莉安娜被自己的命运所困 想要自我了断时 阻止他行动 打消他顾虑的 不是别人 正是眼前的拉尔夫 当然 还有他的伙伴 克拉克 哈利文字不用说 如果没有拉尔夫等人的 日夜陪伴 大概就没有 现在的莉安娜了吧 更何况 将会占有这个词意义的 正是拉尔夫 莉安娜的活动军服 莉安娜身穿绿色 或者卡齐色 露出腹部与腿部的 半袖上衣与短裤 设定中 莉安娜的制服 与重装设备等用品 是由叫做 冰田桑的专员 负责管理的 在谈到 莉安娜的穿衣原则时 工作人员表示 仅仅是因为配发的战斗服 就是这个样子 并没有特别的原因 扎成马尾变的原因 也只是方便作战行动 并没有特别的情感 顺便一提 当时的策划 是坚持让莉安娜 放下头发时 成乱刀刀的状态 声中空雅之也评价 这套具有战衣风格的装扮 很可爱 后面的头发 随意在上面扎起来 下垂脸 面无表情 站立时重步懒散 不会将体重 只放在一只脚上 总是双脚承重 眼睛为绿色 全皇十二开始 造型变更为 挺直的背心 这个造型 更加展现出 莉安娜作为军人的魅力 以作为少女的性感 在其他角色新造型 褒贬不一的情况下 莉安娜的形象 获得了普遍好评 特别是在全皇十四之后 由于三D化 更加展现出 莉安娜火辣的身材 继承了小五的意识 开启了摇晃的模式 并在网络上 引发了热议 玩家们分分讨论 莉安娜的胸围 真的只有84吗 在某种意义上 是非常露骨的角色 全皇十五中 其技术的设计 进一步与提高的3D模型 游戏影情相结合 更加强化了晃动的效果 不仅是晃动 腹部漂亮的腹肌 也被完美地呈现出来 与陈国瀚的敬礼之谜 全皇九八与陆队成员战斗时 莉安娜则会触发 特殊的敬礼开场 但是当莉安娜对战陈国瀚时 同样会触发敬礼的特殊开场 原因是因为 SNK将莉安娜与拉尔夫的敬礼开场 错误移植到了陈国瀚身上 虽然马上就在全皇九九中 得到了修正 但后期SNK将错就错 追加了莉安娜 单方面的敬仰陈国瀚的力量 敬礼的原因 也错误的延伸为 是向纯粹力量表达敬礼 之后的系列中 也再次采用了 莉安娜向陈国瀚敬礼的方式 终于全皇十四中 陈国瀚也开始向莉安娜反向敬礼了 处时是双向奔赴 由于全皇十四中 陈国瀚是以恶人队的身份登场 因此莉安娜的台词中 充满了惋惜 你又不如黑道了呢 明明拥有打破这一切的力量 实际上 崇尚力量 并非是一个离谱的借口 其实在设定中 也是有据可依的 全皇九六中 莉安娜的体重为56公斤 然而全皇九七中则积增到65公斤 全皇九八之后则固定为66公斤 增重10公斤的理由 是因为莉安娜进行了肌肉锻炼 也就是增肌成为了肌肉体质 全皇十三在战胜巨型摔角手雷电时 莉安娜也有赞赏对方纯粹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 似乎敬礼的设定又变得合理了一些 毕竟军人是以战斗为生 力量及时正义 同时游戏中 陈国瀚的高攻高防也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作为少女佣兵 追求力量也是完全合理的 毕竟莉安娜是偏向灵活游走性的角色 所以才会从追求羡慕的感情中 蒙生出最力量的尊重 在阴朝篇的开发者访谈时 当被问到 莉安娜什么时候会笑或者放松时 开发者回复 她在队伍中从没有展示过 但据说当她茫然凝视陈国瀚时 会自然而然地露出微笑 全方酒吧的画廊模式 也增添了很多莉安娜与陈国瀚的梗图 比如这两个家伙 模仿小熊威尼与小猪皮结的图 还有莉安娜躲在后面偷窥陈胖子 手中还捏着一次情书之类的咚咚 然而画风一转 抱走莉安娜则丧心病狂地看着眼前的美食 手中还钻紧着刀叉 以及莉安娜遥控天空中飞行的 陈国瀚机甲之类的脑洞 抱走莉安娜 由于体内大蛇之血的觉醒 莉安娜时常化身成为抱走莉安娜的姿态 全方九七按住开始键 输入上下上下BD即可解锁作为隐藏角色的抱走莉安娜 受到大蛇之血的影响 此状态下无法自控 游戏中的攻击力速度都会大幅度的提升 由于强悍的性能影响到游戏平衡 被列为禁止选用的角色 游戏中抱走八神或者抱走莉安娜 二选一担任着游戏中的中boss 当玩家队伍中选取八神安或者拉尔夫与克拉克 且同时没有莉安娜的情况下 游戏流程在第六队之后 抱走莉安娜便会以中boss的身份迎战玩家 抱走状态下 莉安娜丧失了人类的理性呈现出粗暴的姿态 毫不留情地攻击目所能及的所有人 背貌上 莉安娜的头发转变为鲜红 发出如同野兽般的嚎叫与喘息 整个人蜷缩着头不断地颤抖 场景范围内也一同染上了如同噩梦般鲜血的颜色 冲刺时也由挤走 变更成为如同野兽一般的四爪奔跑 反如猫科动物 所以小时候我们这边都是将它称呼为超猫 全黄2002 与全黄2002UM 莉安娜都可以通过专属的技能觉醒 以支付一半生命值作为代价 将莉安娜从通常状态主动变身成为抱走状态 其招式指令为上下上下必利 没错这是九七的调人指令 此外 全黄2002UM的隐藏必杀 死亡终结变异 招式说明 如角色是通常状态下 技能结束后 莉安娜则会进入抱走状态 反之如角色为抱走状态 技能结束之后 莉安娜则会恢复通常状态 当以觉醒状态胜利后 其插图由普通莉安娜变更为抱走莉安娜 抱走莉安娜的全称为 黑暗大蛇之血之觉醒莉安娜 在全黄15周年的设定本中 这个日语名字以18个文字的长度 获得头筹 成为了全黄中名字最长的角色 关于抱走觉醒 以下是关于抱走莉安娜的各种开发者访谈 大蛇设定本 问题 抱走安与抱走那抱走的原因 回答是因为人类血液与大蛇血液的交汇 所产生的排斥反应 问题 大蛇八阶级的父母与子孙都是普通人吗 回答基本是这样的 请将莉安娜看作出遍体 问题 普通人并不能遗传大蛇之喜 那么莉安娜为什么觉醒了大蛇的血脉呢 回答 莉安娜变成那样是一种突变 也许是加级度的血脉意外的浓厚吧 问题 莉安娜如何看待大蛇 回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本能上让她对疯狂的血产生敌意和威胁的负面情感 除了开发者的访谈 全黄九七的小说 同样用一定篇幅记录了莉安娜的种种 故事中由于克里斯的诱导 八阶级的孩子比父母更强这件事 不过话虽如此 在莉安娜的部分抄必杀鸡的动画演出中 莉安娜的头发还是会从蓝色切换成绝影者的红色 这也预示着莉安娜已经能够熟练的驾驭大蛇之力 声优与人气 莉安娜的声优是同时负责藤堂香城与威斯的龚雅之 设定中龚雅之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莉安娜 在我看来作为女人 莉安娜将是一位优秀的女性 因为她实在太帅气了 在自己身上完全找不到与莉安娜的相似点 看在自己的冷静以下 在被莉安娜配音时 从平静的话语中 出发出莉安娜的情感 是一件很难的事 当被问到 最希望看到怎样的莉安娜时 松回答 是莉安娜穿着长裙 一边遛口 一边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玩耍 真的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小姐姐 在NF杂志举办的SNK角色人气投票中 莉安娜一直名列前茅 在第四回投票中 名列第十名 第五回 第四名 第六回第七回 第二名 第八回 第五名 第九回 第四名 无论是男性和女性 莉安娜的票数都是名列前茅 不过相对来说 还是女性的票数要更高一些 其中在第七回的投票中 莉安娜以2900的总票 斩获第二名 仅次于巴神 编辑部赏息 强度币 融资币 知性C 人格C H度C 虽然各方面都是BGB以下 但综合的评分 却是恐怖的A 评语一旦分析起来 就会发现 莉安娜是个很难捉摸的角色 拜托 再多说几句话吧 莉安娜那神秘的一面 反而让这个角色更具魅力 真是不可思议 生父 加迪路 设定中 加迪路作为大蛇八阶级 并没有觉醒 只是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 作为丈夫与父亲 加迪路十分珍重自己的妻女 全皇十四 暴死威尔斯 是一个怨念集合体 相当于复活大礼包 当威尔斯被击败后 他身体内的碎片 会四散到世界各处 而这些碎片的灵魂 都会得到复活 全皇十五 大蛇四大天王的全员复活 正是源自于威尔斯的自爆 当威尔斯限定战胜利安娜时 其限定的胜利台词为 我会一直保护你 很多人解读为 这是以加迪路的口吻 对利安娜说出的台词 全皇十四的尾声 哈迪伦的拥兵部队 正在追踪这些碎片 但是并不能确定 加迪路是否处活 哈迪伦也有表示 没有发现加迪路的踪迹 这些线索 似乎在为加迪路的复活 埋下伏笔 全皇十五 甘地与哈迪伦的调查 似乎发现了一次 加迪路的目击报告 但目前还完全无法确定 是否为本人 利安娜主动提出 要负责这项任务 并与拉尔夫 克拉克一同前往调查 因此 在后续的全皇作品中 还是很有可能实现 加迪路与利安娜的妇女重逢 核金弹头的客串 在核金弹头XX中 利安娜是作为DLC追加人物登场 游戏中也将手榴弹 替换成了耳环炸弹 其特殊性能是 手枪的威力增加到1.5倍 全武器弹药 包括子弹 炸弹 炮弹的持有量 增加1.2倍 载机血量 与机枪血量 增加1.2倍 非续臂的情况下 死命复活 不掉落武器 月光剧 更是化身斩铁剑 不仅能斩击敌人 还能抹除敌人的子弹 且威力巨大 由于此角色的过于不平衡 因此在各大平台举办的 核金弹头相关比赛中 均将利安娜视为紧用角色 以上就是关于利安娜的介绍视频 我有一位帮助过很多次的网友 叫做七猫 他就很喜欢利安娜 希望他能喜欢这部视频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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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计创